请欣赏歌曲父亲 父亲,刘和刚儿情千里母担忧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了父亲节 一个节日 记得一份情感 寄托一份思念 让你从生活的往昔中 拾起埋藏在心底的那段时光 小的时候 弄不懂父亲儿子所承载的分量 只知道在需要的时候喊爸爸 在幼小的心灵里 父亲打入了可怕的黑夜 父亲就是一个家 遮风避雨 父亲就是以阳光 温暖 炙热 有时也怕 长大以后 父亲不再是生活中的全部 相对的独立 开始把父爱边缘化 以往的情感依赖 变为诉求 落日里 再也不去牵着父亲的手 风雨中 没有了胆怯而不去依靠 招下怒儿时 少了些彼此间相互理解的微笑 有的 只是无数次伸手错药 取妻生辞 自己也变成了父亲 岁月拖着艰辛 苦苦的前行 将自己渐渐的懂得了 父亲儿子对于儿女的含义 父亲 那就是自己的天 父亲 那就是自己的靠山 父亲 那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他无自定 用全部的爱 默默地奉献 多苦多难 从不言语 再痛再累 微笑面对 就如那头拉车的老牛 把轻绳深深地扣在脊背上 让岁月划过脸庞 却依旧拉住儿女的手 懂了 父亲已经见山见老 为儿女被生活压弯的腰 再也无法挺直 模糊的背影 在风雨中变得矮小 温暖的小屋中 他只坐在昏暗一角 曾拉着我长大的那只手 已经没有了 王日的宽厚有力 岁月无情的刻满眼角 懂了 只有自己做了父亲 儿女不曾知道 当自己也老去的时候 父亲永远不在身边 留下的只有厚厚的父爱 和绵绵的回忆 以及那无法改变的悔恨和心痛 有时活得累了 多想再靠靠这座大山 走不动了 多想再亲密一下 那宽厚的大手 心里苦闷了 多想再得到抚慰 然而 期盼的目光只能喝着 冰冷的泪水 在茫茫的长夜里 变成哭不住的思念 为人父 儿自己却成了无依无考 为人扣山 儿自己却成了独大光雨 无情岁月 带走了父亲的笑容 却带不走父爱如山的厚重 不虚言 父亲节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